因為沙基灣資源集運站被投訴要搬檔 所以就下去看看有什麼幫助 只是站了一會 已經有十幾個街坊帶膠自行分類 有些不懂得分類的街坊 義工會即場用心解釋 現場也擺放乾淨的紙盒方便大家回收 每個大紙盒都寫清楚回收的類別 令到街坊一看就明白 更有街坊建議大家應該在家自行分類 才帶些物資下來回收站 義工紙膠樽上面的招紙要撕開 街坊回應下次就會先撕招紙才帶下來回收站 眼見街坊自動自覺響應環保 將回收成為生活的習慣 我明白每次開站 可能會為途人或街坊帶來不便 但這個街坊相當有意義 為地球、為收基灣人無私服務付出 更教育街坊在生活上 避免用職器的餐具 由自己生活中減費 希望投訴這個資源集運站的朋友 可以直接到街坊向義工表達意見 我相信他們會盡量解決問題 其實大家都是想我們的收基灣變得更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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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